7個天然除蟑螂妙方 1.用小梳打與月水清排水管 可以將大約一匙的小梳打粉 加入一杯約60度的溫水 混合攪勻後倒入排水管中 除了保持排水管的暢通 更能夠減少細菌滋生與蟑螂出沒 2.菊花酒精驅張狼發 將一朵新鮮的菊花花瓣紮下後 放入一杯工業用酒精中浸泡 約一個星期後就可以倒入噴壺中 每星期一次噴灑牆角或排水管孔 此法對於光卵化的小蟑螂特別有效 3.白醋水 將白醋雨水以1比1比例混合 再將混合液噴灑蟑螂出沒的地方 對消除蟑螂有幫助 4.自製甘吉蒸油噴霧 甘吉類中的成份檸檬汐有助於除菌和驅蟲 對於蟑螂也有驅除效果 將約1.4果的甘吉類水果皮切粒 再以1比3的比例加入酒精與水的混合液 浸泡約一個星期後 用來噴射蟑螂經常出沒的地方 5.檸檬酸噴霧 將10克的小梳打粉 10克的檸檬酸 與40克的水 放於噴壺內混合攪勻 噴射廚房內的梳理台 水槽或排水孔等處 靜待數十分鐘後 以海綿輕拆洗拆式 亦可以抑制蟑螂出沒的頻率 5.九層塔驅張囊袋 將九層塔的葉子摘下 放入網袋或絲襪中綁好 放置於陽光下曬乾 因為九層塔味道較重 並且曬過後的九層塔葉 氣味會更加濃烈 亦都是蟑螂不喜歡的氣味 所以有九層塔袋的地方 蟑螂都不會喜歡出沒 7.自製蕃茄水 蕃茄或是清潔劑 含有芥面活性劑 能溶掉蟑螂體質上的油脂 進而堵塞其氣門 使蟑螂窒息而死 因此使用自製的肥皂水 噴射蟑螂的腹部 可以破壞蟑螂的呼吸機制 讓蟑螂一命污膚